好,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题 题目是这样,下列哪一些数呢,可以化为有限小数 那有限小数的话呢,我们知道呢,在这里呢,我们刚刚 在第一题呢,有理数的部分呢,我们已经学过了 想要能够成为有限小数,他的什么样? 他的分母 分母一定是怎么样呢 只包含 谁呢 2 跟什么呢 5 的直因数,对不对 所以呢,我们必须要把这五个选项呢,通通都把约成最减分数 好,所以第1个选项呢 好,第1个选项,A呢 他是108 除以30 那通过我们的约分呢 我们把它约 除以6 这边是5 除以6的话呢,这边是多少 18 8 所以呢,其实他会等于5分之18 OK 那5分之18的话呢,他的分母呢,确实只包含2或5,所以A是可以成为有限小数的 好 那b选项呢 b选项呢,因为他本身他是什么 2加3加4 4 是9,所以他是3的倍数 4加5 也是9 所以是3的倍数 所以呢,我们把它约分 234 除以45 我们把它约3 约3的话是70几啊 78 这边3的话是多少呢 15 再约3 这边是5 这边是多少 2 16 16 所以他是5分之26 所以呢,我们知道 b也是什么 可以成为有限小数 c呢 c呢 20除以35 好,我们一样约分 除以5 4 7 所以他的结果是7分之4 所以呢 c选项不行 好,诸选项呢 诸选项是5 除以22 那他本身就已经是什么 本身就已经最减了,对不对 所以他不行 好 第1 最后一个呢 9除以108 好,一样 我们把它约分 约9 这边是多少 12 好,那12分之1,12本身是什么 12本身是 这个2的2次方乘以3 那你发现他有什么 有3 所以呢 我们发现 1也不行 所以这个答案只能够填什么 A B 好,结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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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结束